诸位长辈 诸位朋友们 大家应该是午安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 人生都希望活得有价值 所以其实人生要活得价值 那要对自己走的每一步要清清楚楚 我要这一生要带什么走 我这一生又能留下什么 能留下来的是对家庭 是对后世人的价值 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 文天祥这位圣泽人的肺腑之眼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造汉清 汉清是史册啊 写谁的历史 写自己的历史 人生最大的遗憾 是自欺 是欺骗了自己 是糟蹋了自己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而自欺了就难免不欺人 那不自欺 珍惜自己 把握自己 成就自己 自立自然又能立人 我们成就了自己 有了智慧 有了经验 自然而然能利益到 生命当中有缘的人 所以这一生不能白过 对自己 对家庭 对社会 甚至于对民主 我们应该留下些什么 我们之前没有读经典 也是人云亦云 我们会想要留下什么 其实一个人 受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不知不觉 就受到整个社会 风气的影响 除非一个人有自觉 他不愿随波逐流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 他工作非常努力 除了学校上课以外 还开班补习 白头发都很多了 结果他脑子里 就一直在那里想 我有一个儿子 我有一个女儿 他们以后嫁人 娶太太了 最起码都要有一栋房子 所以我现在要赶紧 把他们的房子都弄好 好 那房子弄好了就没事了吗 我们思考得深入思考 那房子都得你帮他弄了 那接着还得弄什么 车子 你们都弄过是吧 车子弄完了就没事了吗 孩子 那生完了 你得帮他带啊 而且带完了 保证 做得老干 劲得老干 做越多啊 做到最后呢 对方会怎么想 都是应该的 都是应该的 而做越多了 很可能我们的孩子 他的人生应该承担的 他并没有去承担 而来得越轻松 他就越不懂得珍惜啊 甚至于还比啊 你送我这一栋才三百万 现在三百万可能买不到房子了 我说我不食人间烟火太久了 我那个可能五百万一栋房子 结果呢 他朋友说 我妈妈给我的是八百万 可能他还不高兴 你看人家给的还比我多 所以物以财祸杀子孙 留的都是钱财给孩子 他坦生贪着啊 他不懂得感恩的时候 反而把孩子的心性 给害了 而物质的东西呢 很难给孩子长久的幸福 唯有他的心灵健康 有智慧 他才有幸福 所以我一个长辈很有意思 他就说到呢 他有三个孩子 他工作也很努力啊 结果有一次 刚好一家五口啊 开着车 刚好经过了其中 他买了一栋房子了 然后他那个两个女儿 一个小儿子 小儿子就开始说了 所以这一栋给我 另外两栋给大姐 给二姐 他就把它分好了 结果这个妈妈 随口就问这小儿子了 你们三个人都有一栋了 那以后爸爸妈妈住哪里啊 那小儿子说 以后再说吧 那房子应该是谁买的 对啊 可是在孩子这么小的心里 那房子是谁的 他们的啊 所以啊 我们为子女做牛做马 最后他还真把我们当牛马 所以努力也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不是不鼓励大家 留钱财给孩子 而是我们在留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觉察到 孩子心性是往感恩在发展 还是往理所当然 不珍惜在发展 只要他的心性是下垛的 这个结果就是不好的 他的心性是提升的 他懂得感恩父母的 这些恩德 那他往后的人生 才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不能在表象上 去经营人生 只在表面上给什么给什么 到底他是提升的 还是堕落的 我们好像都不知道 所以老子宗告诉我们 给孩子最好的 是给他德行 善为欲保 一生用 心作良田 百事根 一个好的德行 可以传世世代代的子孙 留得下来 能留这么久 那是有智慧的 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有太多的家族都做到了 孔子的家族 孟子 范公 林哲学先生 历代都有圣哲人 他的家道传到现在 几千年几百年都不衰 家和万事兴啊 作为朋友们 我们现在 立定的目标啊 是这个家要和多久 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 这剩 这个我也帮不上忙了 每一个人的家族的发展 那叫靠自己的榜样 去承传 所以我们以前读过 魏征建唐太宗先生 诗诗书 开头就讲了 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这棵树要长成 苍天大树啊 他首先根基要 很稳固 这个根啊 盘根错节要扎稳 其实一棵树能长多大 就看他的根扎多老啊 可是往往啊 我们只羡慕 长得苍天大树啊 却不知道 根基的重要性 因为根基看不到啊 所以你看现在 企业家一有钱啊 根基不老 财胜 种种诱惑一来 兵败 卢山倒啊 根基重要啊 不然有钱不见得是好事啊 所以老子说 获福 详位长辈朋友 现在你孩子有两千万 你保证他没事的 请举手 好 那现在赶快 要先去榨根 而不是先求他有钱 所以这个现象在大陆啊 那真是太凄惨了 没有德行根基 一下子经济高度发展 一有钱 家都毁掉了 身体也毁掉了 所以人生的经营啊 要稳扎稳打 要抓到根本啊 所以学贵立志 我们这个家族要传多久 要立志 也要有志气 也要有信心 孔子做得到 孟子做得到 我们也做得到 所以弟子规最后一句说 物之暴 物之气 圣与贤 可寻之 我们什么时候用功 什么时候提升心境呢 随时 要给自己鼓舞 要给自己打气 不然常常走两步退三步 都是自己没自信造成的 天助自助者 上天要帮我们 还得我们自己先帮自己 相信自己 我讲到相信自己 眼睛都发亮 大家怎么好像都眼尘呆滞的样子 这句话要流进心田里面 我看很多人读到物质暴 物质气 圣与贤 可寻至 精神特别好 可能是想终于念完了 那这样不行 那这个念弟子会又变交差了 修学修身 都实时是真实心在修 不能应付 应付就跟真存不相应 其实应付的时候 都不相信自己了 顺和人也 愚和人也 你都没要配合一下 我都笑不下去 有为者 你看假如一个人念这一句话 顺和人也 愚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你看念这一句话 是让他提升 还是让他堕落 对啊 念着念着 自己都不相信了 越念心越虚 而 说实在的 我的基础是比较差的 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因为 大家对我的身世 多少有点了解 我从 那小学 这个国文就不好 上了初中 更差 我记得选一题 选择题 老气 一恒春 二恒向 三恒秋 四恒东 答案是多少 你们不能回答这么快 你要稍微想一想 这一题有点难度 不然会伤害我幼小的心灵 征选不出来 后来高中联考 我是612分 扣了88分 五科扣88分 语文 国文一科扣了44分 四科加起来 刚好他一科了 这样有厉害吗 有 可以磕到那年老子 也是很厉害 150 那时候国文156分 还没结束 上了高中 有一次月考 考了第二名 倒数第二名 大家有考过国文 倒数第二名的请举头 国家民主有救了 你们都比我还优秀了 你们一定可以 弘扬的更好 我考了44分 成绩很差 大学领考语文不及格 没有实力 还容易紧张 所以前一天又睡不着 在那里翻来覆去 我姑姑很聪明 他说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废 拿了两颗镇定剂给我吃 他还怕一颗不够 拿两颗 结果呢 十一点多 睡不着吃的第一颗 翻到十二点一点 还是睡不着吃的第二颗 还是没睡着 诸位长辈 你的孩子 假如得知心这么重 你觉得他会不会幸福 他不得忧郁症才怪 是吧 考一次试就可以 给他翻成这个样子 那以后还承担家庭 承担社会责任 那他扛得了 所以要让孩子幸福 首先要把得失心放下来 我们得引导他的心性 结果后来第二天 第一天确实都没睡着 第二天到了考场 第一颗考博文发下来 才做没几道题 突然开悟了 镇定剂其实蛮有效的 还是不及格 说穿了 人生的富贵 人生甚至于是功名 学历都是修来的 不积功累得 得不到 所以我就观察 有一些同学 平常模拟考成绩都一般一般 奇怪 每一次正式考试 蹦就上去了 有一些人 模拟考都很高 名列前茅 一遇到考试 蹦就下来了 奇怪啊 甚至于有一些人 这个做尽坏事了 还得富贵 这个要搞清楚 人的心才平得下来 人心不平 做什么事都做不顺利 人心不平 教育下一代 心灵不健康 愤事技术 所以首先人要明理 理得心安 对这个世间 没有那种愤愤之气 所以我们这一次 还请到我们警戒的 黄柏林警官 他针对这个因果报应 深入研究十几年 台湾很多报纸报道的 这些真实的因果故事 他都把它截录下来 包含把我们儒家 道家 佛家 很多经教里面 证实因果 这些道理的 都会在课堂当中 给我们详细诉说 这些不能不明理 因为不明理 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怨天尤人 就很难不存在 可是福田靠新根 人一有怨天尤人 这个福就开始折损了 所以 人求福还不是向外求 得从自己的心上去求 所以我们最近认识一个企业家 真的是无恶不作 他自己都说他是十恶不赦 可是钱还赚了不少 后来才了解到 他好几代祖宗都积厚的应得 开张正良 救济这些贫苦 然后他的父亲又是中医 一天看医 看病人都看三四十个 而且都不收钱了 所以几代积福啊 他这一代造业啊 还能赚到钱啊 所以说的 唯恶必秧啊 唯恶必不秧 其主上必有余昌啊 昌静必秧 这个宇宙人生这些道理啊 绝对不会偏差的啊 老天爷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 虽然他腹很厚啊 可是他虽然生命没有结束掉 可是他也遇到很多灾难 包含他沙业很重啊 在餐厅里面专门开鱼的肚子啊 开狗的肚子啊 他杀狗啊 他把狗 狗看着他流眼泪啊 他直接一刀就把狗的胸膛给打开了 结果开了那只狗啊 马上把那个心啊 肝啊 活吃啊 过了三天左右 他就被人家砍了三刀 胸部 说实在的 人一干坏事 马上得报应 那个是有福的人啊 马上得报应 他才警觉啊 所以 主位朋友 假如你做坏事 马上被发现 你是有福的人 真的我不骗大家的 你不要做一点坏事 被发现了 他哪里衰 你祸福看不清楚 马上做坏事 马上被看到 代表 冥冥当中 很多人在保佑你啊 让你不敢造次啊 人生的祸在哪 做坏事不被发现 还觉得自己蛮聪明的 一步一步 就往灾央走啦 所以这一个企业家 事实上他的 祖宗的福确实很火 几次大难不死 杀了狗三天以后 砍了三刀了 也是被开膛了 然后开刀 进医院还是开膛了 常常煮鱼啊 炸鱼啊 最后有一天 那个油锅啊 油烧起来了 他把这个油端下来 一不小心啊 没端好 那个烧着的油啊 就浇到他的腿上来了 所以他这一条腿呢 那个皮也都开起来了 所以确实啊 祸福无门 为人之兆啊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这个企业家 还有一阵子 通通是 切那个鸡爪 不知道砍了多少鸡爪 后来有一天 他看了那个英雄片 耍狠啊 自己把自己的 小指头砍掉啊 砍完以后 把这个手指头 放在锅里面煮啊 自己看着自己的手在那里煮 到医院去呢 止血啊 医生说 你手指头拿来我帮你接 他说已经煮烂了 你说人干坏事 看到最后心灵都不健康 但是也是主上有德了 到后来他现在学习传统文化了 忏悔自己啊 干了很多坏事 那个时候太太已经都要跟他离婚了 现在回过头来 救了自己的家庭了 又把自己人生很多错误啊 就告诉别人了 让子回头 情不患 放下屠刀 这都不是假的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所以我们刚刚 跟大家提到 魏征见唐太宗 术根基重要 老祖宗都从天地万物当中 得到人生的启发 欲留之原者 必俊其泉源 这个河川要远远流长 它要有源头活水啊 我们这个家道要远远流长 我们就是这一条长河的源头活水啊 所以朱熹先生说的 问取哪得轻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那我们得冷静了 我们自己这一生 给了我们的孩子 甚至我们的孙子 什么好的榜样看呢 这源头活水在我们身上啊 所以有一次刚好 我们在汤匙办了一场 敬老晚会 来了差不多三千人 整条街啊 都挤满了人 结果刚好在跟老百姓 交流的时候 有个小孩跑上台上去了 说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您请问 他说老师啊 请问打麻将是不是赌博 孩子的心还是很纯洁的 他到学校去上学都知道赌博不好 可是一回到家 看到每天 这个麻将生特别多 就发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 孩子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心里好不好受 他心里在挣扎 父母是他最尊重的人 可是这么做的 跟老师讲的不一样 他挣扎 最后就 对父母的恭敬心就不见了 我们要珍惜孩子 对我们的尊重 对我们的 崇敬 那个心啊 这是天性啊 我们看孩子成长 还没到学校以前 都是啊 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开口第一句话 都是这么说的 多可贵啊 对父母那种完全的信任 太可贵了 所以诸位朋友们 我们生命当中 有人对我们完全信任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啊 对得起他的信任啊 所以我们不能责怪孩子 武力父母 不信任父母 他会发展成那个样子 却是从完全信任父母 变成那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 得从我们身上找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行为 让这一颗信任 一点一滴在消退啦 当父母亲吵架的时候 那个尊重在下降 当我们实时随顺习气 做事的时候 当我们都自私自利的时候 孩子对我们那个信任都在下降 当我们对爷爷奶奶不恭敬的时候 孩子的心在痛苦当中 退到最后呢 孩子那个心性被障碍住了 开始不信任父母啊 对父母有对立的情绪啊 所以世间家庭也好 社会所遇到的问题 往往都是啊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海 所以我们现在得有耐性啊 把根源的问题找出来了 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现在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是人的心啊 不愿意去面对问题 甚至于没有耐性 这个社会啊 都强调呢 有特效药 吃下去马上好 可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海 要让这个冰融化掉 得用这个热 得用火 不断的去发热 把它溶解 我们得要有真心拿出来啊 不是几句好听的话 问题就解决了 得要真心转变自己的心态 才行 真诚现前的 耐心现前 傲慢去除了 脾气去除了 彼此的关系 才能走上良性 雄环啊 很多家长 带着孩子 刚好看到我们 马上把孩子拉过来 给蔡老师鞠躬 小孩没要鞠躬 头都给他刺了 做什么事情 都这么样的刻意 这么样的强求 适得其反 那个头给他压下去 他就很不高兴 他下一次看到蔡老师 眼睛都是什么 瞄着 斜看 害我跟他的关系都 都毁掉了 我也不想跟他结怨 所以其实 要改变世界以前 首先要改变 自己这一颗心 要让很多事情的发展 是往良性 是能水到渠成 瓜熟地落 那个水果还没成熟 硬把它摘下来 好不好吃 不好吃 所以 微学第一功夫 一个人修身求学问 今天这一支笔特别好 写起来的字 特别大 后面不容易看到 所以选这支笔 也是很用心 微学第一功夫 要降服 自己笔照 是气定 人一笔照 就会让对方不舒服 比方说 对方讲的都很有道理 他讲的真的不错 可是我就觉得 听了就听不下去 那很可能就是 我们讲话的时候 都是控制对方 要求对方 所以他会有压力 而我们心平即合 侃侃而谈 都是这种 循循善用 很可能对方就比较能接受 所以当别人不能接受的时候 一定要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问题一定在我这里 不能急于去要别人改变 很重要的 首先呢 自己要先变 大家都急着要别人变 反而适得其反 因为老祖宗教会我们的 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 正己 正己才能感化别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 责无怨 我也是很热心啊 怎么我去告诉别人 这些好东西呢 他们反而不能接受埋怨我 因为先后搞错了 学了先要求别人 不先正己 不正己而求人 你刚刚讲的这些 你刚刚讲的这些 早知道我用绑的也把我儿子绑过来 他最需要听 还有刚刚哪一段 我先生最需要听 反正呢 他讲完就说呢 他身边所有的人都需要听 就一个人不需要听 你看人假如学成这个样子 他身边的人 哪个人服气啊 光是听他讲 心里就不服了 五十步还笑我百步 你喝得对不起了 急于要去讲给人听 那麻烦了 讲完以后 所有的亲朋好友 就拿你讲的话来要求你 你那天不是这么讲吗 你做了吗 这个叫死骑 死骑谁走出来的 自己走的 回去桌子一拍 我学地质规了 以后都听我的 人家每天拿着地质规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自找的 所以做什么事不要张哑 要低姿态默默去耕耘 要学习鸭子滑水 你看那鸭子 在湖面上 幽灾幽灾 没什么事 学了传统文化的 跟平常一样 不要学了以后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学 还得贴着地质规三个字贴在额头上 不用 为什么 你反应越大 人家就觉得你是不是阿大 怎么学了之后有点不正常 要设身处地 你一下子调整太大了 敢怕死 体恤他们的感受 自己慢慢去入死 先不要要求别人 鸭子滑水 那两只嘴怎么样 很快哦 灯灯灯灯灯灯 湖面上看不到哦 可是那个用力在哪 对峙自己的习气 本来脾气很大 学了一个月以后 从不发脾气 不用你去告诉你身边的人 他们自自然来来打听消息 哎哟 最近哦 他改变怎么这么大 他的人生是发生什么事 哦 原来学弟子归了 这个时候他的那种相信信任 比我们一开始就跟他讲 不知道生多少倍 我们就是太急了 都要叫别人学 不自己先学 所以假如这个心态 没有调整过来 不是先要求自己的话 那学一句哦 就好像背上啊 背了一把剑 学两句背两把 以前没学还没背剑 学了一句了 就去要求别人 哈 宝剑出教 剑人就砍 学了十句背十字刀 哦 所以到时候这种学法 学到最后就变成H1N1 这个猪流感 走到哪 人家就像看到温神一样 哦 那个学弟子归得来了 哦 哦 他浑身不自在了 今天不知道要被他批评哪里了 所以这个人一坐下来 人家马上 不好意思 我要上厕所 就跑掉了 所以一个人学到 让旁边的人很有压力啊 那都学错了 所以这一堂课哦 不是别人需要听 谁需要听 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听 这个不容易啊 要转变这个心态哦 真难 真的好像每一个人学习哦 都会掉入一个陷阱 就是先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所以我们一开始 首先态度很正确 每一句话呢 都是讲给我听的 就得很大的受用了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 建太宗 建唐太宗这一篇文章 十诗书 开头的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源者 必俊其全言 我们是父母 我们是长辈 我们就像孩子的根啊 根好了 自然养分就上去了 我们是孩子的源头活水 我们首先把榜样做出来 那我们冷静下来 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有我们哪些影响他一生的好德行 这个叫真爱孩子啊 留取担心 找汉情 给孩子写人生的历史啊 我们的孩子在人生的挫折当中 马上浮现起来 是父母百折不挠的毅力 当他在经营夫妻关系 快要口角的时候 突然想到父母那种迁退 那种一生从没有冲突过的榜样 浮现起来 他自己啊 惭愧心就上来了 所以事实上 要教育好孩子 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 教育最重要的 生教 所以生正不怕 影子邪啊 所以父母正了 孩子不会写 老师正了 学生不会写 领导正了 下属不会写 所以整个家庭社会要安定啊 君亲师 这三个角色就非常重要 父母影响孩子 老师影响学生 领导影响他所管理的下属 所以为什么这三个角色呢 受到大众的尊重 以前在主堂啊 都有天地君亲师 这样的牌位供着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受到尊重 受到信任的 同时他的责任也出来了 小孩尊重父母 父母有责任 成就他们好的德行人格 学生尊重老师的 信任老师的 老师也有责任 承传传伦理道德给他们 成就他们的智慧 再来下属尊重 长官 尊重领导人 那领导人也有责任 要把家属带上幸福的人生啊 所以有一个企业家 他讲到 他说一个企业家 难道他给社会提供一个工作机会 提供纳税 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回馈了吗 他不只是这样 假如他的员工 年轻到他的公司来 染上了赌博 染上了说谎 好跟人冲突 甚至于在职业场上 又贪心拿回扣 染上这些恶习了 那这个对社会呢 就有很不好的副作用了 所以这一个企业家的思考 让我们很佩服 他不只在表面上的经济 给予社会回馈 更重要的 他希望每一个到他公司里来的人 哪怕他以后离开这个公司 他都要给社会提供 有德行 人格比较健康的人 他花了这些心思啊 蛮辛苦的哦 可是他这一颗为社会 为民主着想的心 厚福无穷啊 所以世间呢 其实没有吃亏的事情啊 吃亏是福啊 肯为社会民主多付出 福田新根 所以人的福分 就像 就像 建太宗十四书 最后 开头的第三句 实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积累自己的德行啊 跟对社会 跟对社会人民的道义 自然这个国家就常治了 而传统文化呢 小大是相通的 思国之安者相同的 思家庭之安者 思企业之安者 也必 这个壁字就是很绝对的 一定是这样的了 要积得意 积福 善心就赶福分来 没有福了 再聪明了 事业也很难长久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福田 靠心根 而这个福田呢 有分 恩田 敬田 悲田 一个企业主 他能想着回报国家的恩 这个就是在种福田 他尊重 每一个员工 照顾每一个员工 这是敬田 这也是悲田 希望他们 都有个幸福的人生 哪怕离开我这个公司 我都希望在这几年 当中 把最正确的思想观念 传递到 他的人生里面 所以 时时这样子存心 那就是时时 在积得意 那现在呢 很多 所谓的 君臣关系 上下属关系 大家脑子里 只想到利 我多付出了 我是不是吃亏了 那大家都不 不主动去付出 都是利 都传递的都只有利而已 那这个整个社会呢 都是重利 轻易啦 可是假如这个企业家 就是重道义 教好每一个孩子 那真的啊 无形当中 不知道有多少父母啊 给这个企业家感恩 甚至给他磕头啊 所以我的孩子 让我担心了二三十年了 居然被这个企业家给教育好了 那冥冥当中啊 多少人在感谢这个企业家 在积这个福分啊 所以有一个师徒啊 师徒相当是教育部长啊 叫马生 他的父亲呢 四十岁呢 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 刚好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啊 有一天 这个悲女啊 抱出去 一不小心啊 这个四岁的孩子滑下去了 掉下去了 刚好撞到石头 左额头撞到石头啊 当场就死了 这个园外啊 马园外是四十岁才得子啊 这个孩子才长了三四岁 这眉毛长得很好啊 就像画出来的一样 夫妻是宝贝的不得了 结果孩子死了 刚好这个马园外看 先了解这个情况了 他就呢 叫这个悲女啊 你赶快逃 他心里想啊 假如家里人看到这个情况 一定活活把这个悲女给打死了 他就 让他赶快逃 自己抱着死去的孩子呢 走进家门 说我不小心 掉下去了 结果他的夫人 看到这个情况呢 整个情绪都失控了 拿身体撞了他好几次啊 都几乎都昏讯过去了 结果这个悲女啊 跑回家里去 一五一十告诉了他的父母啊 从那一天开始 他的父母早晚祈求上天 给上天磕头啊 说你一定要保佑这个马园外啊 他们家赶快再生个孩子啊 这个悲女的父母啊 那是自成的心啊 祈福啊 祈求上天一定要降伏在马园外的家里啊 结果没多久 隔年呢 就 太太又怀孕了 又生了这个马绳啊 当道教育部长啊 而这个马绳一出生哦 左边额头这里就有一个号 一个巴啊 大家知道意思了 我以前看那个前世经生 看那个轮回转世的故事啊 看了不少 都是西方科学研究的 里面都有提到 很多人留胎记啊 都跟前世姻缘有关系 而这个前世姻缘呢 不只是宗教界在讲 其实儒家易经 夫子也契入这个境界 所以夫子讲 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精气神呢 是组成人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神是神士 精气是整个身体的构造 身体坏了 这个神士啊 要换 所以游魂为变 变成什么呢 就看人自己决定了 所以这个人生呢 就是学习啊 学得好 升级啊 越变越好啊 看不同的宗教信仰 你就变到更好的地方去了 学得不好呢 留级啊 再差呢 降级啊 所以这一生唯一带得走的 什么物质 甚至亲朋好友 一个也带不走 自己的慧命 自己灵魂境界的提升 带得走 所以这些道理想通了 留给后代好榜样 自己带走智慧 带走灵性的提升 而什么时候提升灵性呢 每天提升 见仁善 即时起 见仁恶 即内心 每一个人都是老师 都在提醒我们心性 应该怎么样改过 怎么样提升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林副总 其实这些长者都在给我们表演 一生有这么好的成就 但是千光逼人 非常的谦卑 而且事实上 在这些长者 身上我们都看到传统文化 都在他们的气质当中流落无遗了 他们不是用讲的 他们是做给我们看的 包含我们林长夫妇 还有我们游霸 他们这些长者 人生都无忧了 生活都可以很自在 可是他们却尽心尽力的 要沉传文化 他们的孩子很懂事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尽心竭力在座 他们希望整个社会 整个民主有好的未来 以至于我看到好多的义工 看起来就像老板 都像董事长 像我一看就是穷书生 我看到他们我都很感动 一百多个义工 不分彼此 来成就四天的课 希望更多的人 更多的家庭 能得到老祖宗智慧的引导 所以这些长者 以及这些义工 其实都在给我们表演 也让我们今天的心灵 有所感悟 有所学习 有所提升 那这样呢 用这种感念的心 用这种效法的心 那我们每一天都不会空过 每一天都有进步提升 好 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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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